AudioJungle AudioJungle 澳洲工党影在郊市物发言人黄英贤 PENNYWONG表示 中共在贫穷国家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的墨益 投资的LDQUO 一带一路LDQUO 计划 使其成为LDQUO规则 改变者RDQUO MDASH MDASH 通过金钱在全世界建立政治影响力 据悉尼《陈峰报》报道 参议员黄英贤24日周三在新加坡发表的演讲中 毫无遮掩地表达说 从欧洲延伸到太平洋的中共所建立的公路 跌路和港口 交通网 正在改变世界 并将其形容为LDQUO 一种根本上不同的方式维护其权力 LDQUO 他还说 诸如澳洲这样的国家 除非能正确理解这种大规模基础设施计划 造成的LDQUO 分裂破坏的 可否则 澳洲等国江南已应对中共日渐增加的影响力 他说 LDQUO 中共的一带一路是规则在改变住RDQUO LDQUO 他用经济力量作为战略力量的表现H E L L I P H E L L I P 或是说不在于其计划的好坏 或是否有益 或是否不稳定 而在于其计划本质上不同 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达成战略商贸的方式 RDQUO RDQUO 这代表了从二战结束以来 对传统经商方式的拒绝 RDQUO 据称LDQUO 一带一路RDQUO计划 已经在亚洲 非洲 和欧洲花费了3000亿 预计未来十年会达到一末亿 澳洲国际发展部 常贝尔 拉范蒂维尔斯 Consert-Fior-Lanti-Wales 不久前指责中共建造RDQUO 无用的建筑RDQUO 和LDQUO 无处可去的公路RDQUO 使得太平洋岛国背上不合理的负债 大部分中共正在扩张的项目 是以贷款的形式 而不是援助的形式进行 如果贷款无法偿骸 中共就有可能接管这些资产 黄英贤在发言中还建议 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协 住 共同制定规则 而不是像北京在海域等问题上 那样单方面去改变规则 他还形容RDQUO 一代一路RDQUO实际是中共正在其他国家购买影像力 成为LDQUO 以长期经济与政治调整为前提的战略计划RDQUO 这RDQUO是在必行RDQUO 他说 当中共建立反映经济力量和地位的军事力量时 我们像一代一路造成的破坏 做出妥协RDQUO 就是在为更大的破坏RDQUO 做准备RDQUO M- M-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重组 但他承认充分理解LDQUO 一代一路RDQUO 计划是困难的 因为他的规则和操作是不透明